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 他也开始买台股了吗 我们看到亚马逊 在这一次是砸了5亿 那么当了世新KY的股东 主要是世新KY要办现增 而亚马逊则是砸大钱 那么在这一次会带动高价股的一个比较效应 甚至因此来拉台股吗 另外可以看到在全球规模最大的对冲基金 桥水在第一季 它是减持了消费股 反而是增持了科技龙头 那么在部分 这个建仓的部分 现在做多的第一名则是亚马逊 其次则是AMD超为 另外美国总统拜登痛批中国大陆 根本是在作弊 所以他现在针对电动车 把整个关税拉高到了百分之百 美中贸易战是再度升级了 这主要是拜登为了要挽救选情 另外在规模最大的外送平台 Full Panda的一个部分 现在是被排名第二的Uber Eats给并购了 那么在未来整个外送的费用会变得越来越贵 出现垄断的情况吗 甚至对包括权链以及Momo又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先请教智琳在美国最新公布四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PPI 写下了12个月的新高 大家觉得应该不会那么快降息 因为通膨居高不下 但为什么原本应该要走高的 包括美元 包括美债 在昨天都是出现回落 对 匪于一问就问到重点 昨天的这个经济数据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 因为PPI数据出来明明是高于市场预期 这个美元应该往上冲 值率也应该要往上冲 但是就在公布那一刹那 他创了高之后快速性的往下 那我认为说这个部分的话 就跟接下来的股市行情有很大关系 因为台股今天才创了两万一千点的新高点 有了撒影线大家会没有信心 但是从这个美债殖利率来讲的话 他为什么往下 他是常有貌腻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最这个投资银行 像扎达银行跟摩根什丹利 他们都预期今天晚上要公告的CPI 可能会大幅度的低于预期 所以就是在昨天的PPI 明明就是应该他要往上冲 往下代表有一些大的买盘 进去买国债了 他们去押保今天晚上的CPI 可能会是低于预期的 所以我认为接下来大家要观察 今天晚上的这个CPI 如果他可以持续的低于预期 加上最近美国的财报公布 八成以上都是获利优于预期的 所以假设这个通膨 真的如这些投资银行所预期的 往下的话 科技股接下来会有很大的机会 对 如果CPI真的降下来的话 大家觉得通膨有趋缓的话 那对科技股就是大利多 是 而且我要跟大家讲 今天虽然流上已现 但是有另外一个现象 我觉得对台股市 有很大的振奋效果 就是股王的四星KY 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整个从三月份股市往下走 电子股大家没有信心 因为看到股王四星KY 竟然是连续性的往下跌 那因为就是传出说 他的大客户亚马逊 砍他的订单 掉订单 所以在昨天 因为这个四星KY 他公告了他的大客户 亚马逊 他参与他的私募 参与私募是三年不可以卖出的 所以这代表说 他是看好四星KY的后市 不是短期持有的 那他的认购的价格 是在2382元 所以其实大家都 最近刚好跌到2500块 那等于说这个价位 就是地板价的意思 那也间接破除了 这个吊单的传言 所以后续他就有机会 持续拿到这个订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四星KY的股价 在今天早上是 一度是攻上涨停板 然后他是有收黑K棒 因为其实在这个地方 他是有套好的压力 但是我们要跟大家报告说 因为这个消息之后 整个外资银行 针对大摩给他调升平等 来到4800 瑞银调高到5000块 而且也同步看好 明后年的营收成长 可以四成到六成 所以只要四星KY 他可以在这个地方 足底的话 那我认为对于 接下来整个台湾的科技股会有很大的信心的效果 今天一开盘 就是亮灯涨停 但很多人就会质疑说 为什么没有锁住 很快就涨停打开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大家还是在这个地方 有一些套牢 卖押必须要先消化掉 是 而且加上台股刚创新高 创新高去追高 本来大家就会担心害怕 但是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 如果今天晚上CPI 是如投资行的预期 加上四星KY这样的话 那我认为台北股市的行情 接下来很有机会 一度的震荡走高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第二季 接下来有哪些重要的事件 为什么我认为有机会震荡走高 因为在高股息的ETF 他现在是一个密集 换股的时期 所以他会有一些的间接的买盘 那加上我们之前跟大家分析的 微软的开发者大会 还有六月初的computest 以及苹果的这个开发者大会 分别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只要电子股 像大家都知道 前阵子四星KY弱的时候 钱都跑到传产 跑到重电这些股票去 所以现在资金开始 回到电子股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台北股市 就因此它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来到两万一千多 我们可以特别去注意一个点 就是它的成交量 成交量它是慢慢的放出来 所以这个行情我要跟大家讲 就是两个字叫做嘎空 这里大家没有信心 所以它有点就是慢慢用推升的方式 所以四星KY的比较效应 加上电子股 加上这些科技股的题材的话 我认为接下来行情 还有一路往上推的一个机会 好 再请到智琳 我们知道今天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MSCI的季度调整 那么在这一次 其实除了半导体 包括像是银件 包括像是绿电 是不是都是大赢家 是 这次的MSCI调整 为什么这么重要 过去是25811去做调整 那在5到11的这次 是一个半年度的调整 它这个调整的话 它的规模跟幅度 通常是比较大的 那这一次来讲的话 为什么对台股是有帮助的 因为它是两升一降 这个地方做调升 就是全球市场指数 然后亚洲扣除日本的指数 都是往上调的 那只有新兴市场指数 稍微往下降一些些 所以从这里面来讲 如果电子股回温的话 我们不妨可以参考一下 这次MSCI里面调整的 新增的成分股 它新增了谁 其实就是斐鱼刚刚讲的 这个AI跟半导体 这相关是个大赢家 所以齐鸿的部分 是新增进来的 再来我们从这个小型股的部分 它新增了28档 我们这里也特别帮大家标注 就是红色的像智胜 还有台积电概念股的 鸿康跟星云 那为什么要跟大家讲 这些的一个题材是 因为四星KY这个股王 它大复活了 大复活之后 只要高价股愿意往上涨 其实整个族群其他中小型股 它就会出现所谓的比较效应 会一起被带动 会一起被带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 这个6669的维影 它今天也是创下历史新高 那这边顺带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说四星KY 它是接到亚马逊 它是最上游的IC设计 那这IC设计设计完之后 它会给下游的 做伺服器的组装代工 其实就是维影 所以维影 它今天能够创新高的话 那也代表着四星KY 后面没有问题 还有机会继续涨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从族群的部分 它就会出现所谓的比较效应 像维影 它创新高 那伪创AI这些股票 就开始在往上涨了 所以我们可以再来看第二档次 这个是新增到MSCI里面的股票 那它是散热的龙头 那散热龙头 它新增进来之后 在月底会有MSCI的买盘 所以等于说 齐宏 它接下来也有机会往上带 那这个股票比较高单价 大家会担心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 相对低价的散热的股票 它就会有这个机会 再来就是台积电概念股的 像宏康的部分 宏康是经过这样的一个修正 那这一次台积电 它也有稍微被调降一点权重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宏康经过修正整理之后 如果后续 这个被动的买盘进来的话 那他们都是电子股 接下来大家可以宽注的标的 这对存股族来说 可能是一个坏消息 因为智琳这个健保署长说 520之后要来讨论一下 这个补充宝贝 那根本就是要调账了吗 是啊 所以有这个高股息的 ETF的投资朋友 还有金融股 这一段一定要专心看 跟你的荷包有很大的关系 我不想要被磕到水了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台湾健保是世界第一 大家都觉得因为它很骄傲 很多有钱人 还甚至特地回来 要使用健保 那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健保的黑洞 达到歉意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说 其实行政院院长 这个陈建仁先生 他也表示就是说 如果现在再不改革的话 接下来的年轻人 在25年之后 可能要付出 付出薪资四成的部分 来缴健保费 所以这黑洞是真的有够大 所以如果像是陈燕 这样的一个大户 这真的你可以去缴到 这个补充保费 就真的不用去计较 但我们现在是要交的是小资组 是啊 所以跟股票跟高股息 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昨天健保署署长 这个石部长 他也特别表示一件事 我听到一句话 真的吓得很大一跳 他提到说 因为公平原则 所以要调涨 那他这边提到就是说 资本利得的费率 他不应该低于 一般保费的费率 我想大家听到文字 可能没概念 我们可以看图表 现在一般保费是5.17% 那他告诉你说 补充保费这个部分 不应该低于他 那这部分的调的幅度 可能会很大 调很大 所以不要认为说 才不会低于他 是 所以投资票 千万不要认为说 这只是小钱 二代健保补充保费 他的逻辑 以个股来讲是这样 就是你针对现金股利 跟股票股利的部分 只要你单笔领的钱 低于2万块 就不用缴 2万是一个门槛 2万是一个门槛 那如果是高于2万的话 他就是需要 克这个补充保费的部分 2.1% 对 那如果将来要调升的话 那又更多 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 帮大家整理了 这个金融股 因为最近很夯 大家都有去存金融股 如果我们持有兆锋金 大概15张左右 那他的现金股利 加上这个股票股利 加总起来是 大概这个数字 那所以如果你乘上去 15张的话 大概是 2万7千块 是 那他就超过了2万块 所以你要用这个金额 去乘以2.1 所以大概要缴 569.7元 其实也不少 那调涨之后 如果调涨之后就更多 是 所以投资朋友 如果你有金融股的话 我会建议你 我们这边帮大家列了一个 以现在已经公告的 鼓励来讲的话 分别是张营 这些排序下来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最后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 你只要不要买超过 这些的张数 就不会 就不会去被 克到二代健保 那以兆锋金来讲 是11.1张 所以你不要买超过12张 最近很夯的 像中信金的部分 也大概是11张 所以你买到12张 可能就要被克到这个 像外资最近很爱的华南金 你就不能买超过这个十五张 对 买十五张可以 十六张 十六张就会被克到 十六张就会被克 所以这个表格 如果你自己有金融股的 你可以自己认领一下 就不要超过这个数 赶快去对照一下 赶快去 特别对照一下 存这些金融股的话 买几张 你可能就是要被克到 补充保费 所以这是针对股票的部分 股票部分是一定躲不过 对 那ETF 大家也很爱买的是高股息的ETF 买高股息的ETF 一样会有这个补充保费的问题 是 但是它的算法稍微不太一样 我们可以来特别看一下 因为ETF的部分 它有所谓的配息的来源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表来看的话 它一样有股利所得 跟这个利息所得 这个部分的话 它是要纳入所得跟二代健保的 所以这个区块会扣到 但是因为ETF里面 它有这个所谓的收益凭准金 这是割你自己的漏 所以这个部分是当然不能课 刚刚陈鑫哥还说 这些都要课太不公平 对纯股足太不公平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ETF的部分要怎么算 那我们这边先来看 证交所的这个图表 那我有特别跟这个 纯股足的前辈去请教过 大概在配息的两天前 你去证交所查 你可以查到这个表格 那我们刚刚跟大家讲 会扣到税的部分 就是在这个交易所得 跟股利所得的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个 00919当做案例 他的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是13.6% 就是在交易所得的部分 就是股利的部分 那这边也有个股利的 盈余所得大概是6.7 所以00919来讲的话 他实际要扣 算二代健保的部分 就只有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收益凭准金就高达八成 所以这部分是不用扣 所以我们给大家一个公式 用009 00919当做案例来讲的话 他这一季最新公告的配息是 0.66 好那我们刚刚已经帮大家算了 要算这个二代健保的比例是19.7 所以用这个数字 因为两万块是个门槛 所以两万块 我们把它去除以这个股息 然后乘上要扣的这个比例 然后再把它除以1000 那算出来的张数就是154张 所以买到155张的00919 就会被刻 是 就是153张 153张不会被刻 然后你买到154张 可能就要被刻了 所以根据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现在大家都持有了 这个高股息的ETF 包括像40型的0050 很多人都有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一个配息的部分 我们刚刚已经帮大家算过 这个比率了 00919在这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的收益凭准金是这样 所以其他的部分 我们可以用个比较的方式 来跟大家讲 比如说你是买 这个0050来讲的话 他没有收益凭准金 所以他的张数的部分 你就有限制 当然就是所有就要刻的意思 那接下来要配息的是00878 这个就是在17号 就在隔两天 所以如果你有878的投资票 要特别去注意一下 他也是没有收益凭准金 所以他所有的股利 都是要刻的 但是如果说像919 929 他们都是有收益凭准金 所以所以刚刚智琳 这样的一个公式算法 没有错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要在配息的前两天去查 所以我们这边也用一个表格 帮大家做个统计 就是不需要缴的张数 现在这个919的配息是 用计配的方式 所以不要超过154张 所以刚斐里讲的是正确 那我们讲三个方法 你这边可以自己去认领一下 现在已公告的 就是你不要超过这个张数 那我们可以看到 纯股族你现在 要用哪三个方法 第一个海外所得是不被扣缴的 所以假设你现在是买债券的ETF 是算海外所得 像933B 937B 这种都不用被扣 ADR跟KY股 也不在二代健保的课征范围 那再来就是 斐鱼刚刚前面有私下聊到说 他会在配息之前算一下 然后去减码个张数 所以这个地方 你也可以稍微在除全息之前 你先出托部分的张数 这是一个方法 那再来就是说 第三个方法是大家要知道的 因为现在股票都有 每季配跟每年配 所以你只要单笔 不要超过两万块 那尤其你选这个929 月配息的 基本上他就不容易超过两万块 所以他可以买的张数 就会比较多 所以这个方法来跟同事朋友 做这样分享